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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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马说 这个频道专门介绍新普的在地资讯 分享房市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对这样子的内容感兴趣的话 不妨按一下下方的订阅按钮 才不会错过第一手的资讯哦 如果您正在寻找心目中理想的住家 对于桃园高铁站这区域又有点兴趣 只是因为还不太了解这座城市 而在犹豫的话 小马这边根据自己的经验 简单整理了住在清普的三个优点 以及三个缺点想要分享给大家 您可以评估看看 自己适不适合搬来清普这座城市哦 在分享优点及缺点之前 先跟各位快速介绍一下清普 清普特区有成高速铁路桃园车站特定区 是配合高铁开发而规划的重划区 我们的布地有490公顷 这样子说大家可能没什么概念 举例来说 台北的信义计划区 它的布地约150公顷 那我们清普是它的三倍大 所以有许多的重大建设 都选择在这个城市规划 除了大家都知道的高速铁路之外 我们还有桃园的机场捷运通过 区内分别有三个站体 A17 领航站 A18 桃园高铁站 A19 体育园区站 清普的行政区有三分之三是中立区 四分之一是大园区 北边是桃园机场以及未来的航空城计划区 南边是中立火车站的商圈 往东可以通往桃园台北 往西通往新竹湖口 从化区内的学区有清普国小 清源国小 清普国中 大云高中 小朋友的每一个升学阶段都很好安排 我们这个从化区特别重视居住环境 所以绿地的规划将近有200公顷 占了全区的41%左右 万平公园就有三座 大大小小的公园加起来将近30座 不管住在哪一个位置 都可以使用到公园喔 好的 简单介绍完了清普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住在清普的三个游点 第一点 交通 无用置疑的 高铁是多数人会考虑我们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之一 尤其是生活或者是工作在台北、新北的客群 从我们桃园高铁站出发到台北车站 整个的通车时间大约是20分钟 大幅缩短了人们以往开车或者是搭乘火车的通行时间 曾经有一位住在中和的客人跟我分享 他选择清普的原因就是因为高铁 他平常需要搭捷运来上下班 光是等车、转车的时间 就远远超过搭乘高铁的时间 相对的精神压力也会比较大 而且有时候他需要到南部拜访客户 搭乘高铁基本上一天可以来回港定 到站就到家的感觉也很好 他的精神压力就小了很多 所以最后选择在清普定居 不只是高铁 机场捷运也是许多购物组会考量的原因之一 从清普往南搭 会到中立市区 往北 会经过桃园机场、林口 以及台北车站 桃园机场更是台湾的摩门 即使目前疫情的影响没有那么多的旅客 但我相信在日后 还是会有一些需要经常搭乘飞机的商务客 以及旅客 或是本身在机场工作的工作者 对于他们来讲 清普还是一个非常有方便性的一个城市 第二个优点 从化区 发展多年的旧市区商圈 难免市容会相对比较杂乱 然后有一些商家可能会占领到旗楼 行人必须要跟车子增大 如果我们今天是新的从化区 就可以尽量避免这些问题 我们整齐有规划的街坡 每一栋大楼都有预留 人行道 人车做了分流 父母亲带着小孩或者是宠物 也相对比较安全 马路宽度也依照 城市的发展密度规划 车流相对比较顺畅 不打道 从化区的水电管线都走地下化 看不到沿路的电线杆 以及满天的电线 市容相对非常干净舒服 所有的机关设施 也都有明确的位置 如加油站 便电所 公共设施等等 让您在一开始 就可以避免掉自己不喜欢的设施 或者是选择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环境 第三点 未来发展 青浦地区音乐腹地特别广大的关系 桃园市政府以及财团 都将许多的重大建设和资源 投入到了这里 除了已经完工的华泰Outlet三期 星光影城 Xpark水族馆 位在A19站的环球购物中心 预计下半年 开幕 旁边的国际会展中心 市立美术馆 以及A17的流行音乐广场都已经动工 未来还有面积最大的高铁站前广场准备开发 亚洲系府 新创科技园区 阳明交大合作的医疗园区等等 重大建设的投入 展现了政府对于这个区域发展的决心 未来是相对值得期待的一个城市 以上是小马认为住在青浦的三个优点 那马上跟大家分享我所看到的三个缺点 第一点 生活机能 因为青浦他们有旧的商圈支撑 整体的环境算是从零开始发展 需要居住的人口达到一定的程度 才会有更多的商家进驻我们这个商圈 加上青浦地管 建案比较零散的关系 店家比较不容易集中 好的店面又塑料不够多 所以目前整体的生活机能还不够完善 超市、餐厅、店家都不够多元 好消息是 最近有好几个土地 都规划成美食广场、商店街的形式 有助于日后商圈的聚集 如果非常在意现有生活机能的客户 这一部分需要谨慎评估 第二个缺点 价格 价格绝对是每一位购物的朋友们最在意的因素之一 而会将这一点放在缺点呢 是因为 以目前桃园各大地区的平均房价来看 青浦的房价确实是高了不少 尤其现在桃园推动的重画区非常的多 如果您平常是考虑开车通行 靠近交流道的朋友们 那可以选择的重画区就不仅仅局限在青浦 可能也不一定要选择在桃园 有机会能够找到相对性价比比较高的房子 不过一个地区的房价涨跌 跟当地购买人的信心有非常大的关系 尤其以北部各个高铁站的区域 周边行情来做比较的话 其实青浦的行情算是在中间水平的 第三个缺点 居住品质 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标题就吓了一跳 只是因为青浦目前的推案量比较大 那各个区域都有建案在做施工 短期会碰到有噪音以及沙尘等等的问题 加上桃园地势本身就比较高 青浦的土地又比较广的关系 所以在地的风也比较大一点 尤其是到了冬天的东北季风会更加明显 如果您未来在选房子的时候 有看到东北向的房子 也要特别的留意这一个部分 看您这几个位接受 如果您在考虑靠近高铁捷运周边的建案的话 要特别留意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 车子通过时产生的噪音 或者是轨道震动的低频声响 每个人能够容忍的程度不同 最好亲身到现场感受一下 以上就是小马为大家简单整理出 住在青浦的三个优点以及三个缺点 当然每一个人购物的需求 动机以及条件都不尽相同 希望上述的内容有帮助到您可以更容易的判断自己 适不适合住在青浦哦 感谢收看小马说 我们下次见